好 同学们 欢迎回来进入例6 如图正六边形的面积是24平方厘米 问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那阴影部分是如何来形成的呢 首先把顶点CF连接起来有一条线 把BB连接起来有一条线 那么这两条线会有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和F点E点 它们三个连接起来之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现在问的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多少 看到这个图啊 同学们 你不觉得正六边形它又冒出来了 对不对 有正六边形那对于我们来讲 应该来讲是非常简单的 那想到了正六边形 我们马上想你的单位员分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分成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嘛 正六边形和正三角形的关系非常之近 所以下面要做的呢 就是去分割成正三角形 可是在分割正三角形的过程当中 还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只是分割成六个 你会发现你这个阴影还不好求 对不对 分的不够细 那就再细分一步 那细分完了之后 看一看能不能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 当分完了之后 你看所有的这个全都分成小的正三角形了 那你的阴影一种办法可以用歌舞法来解决 还有一种办法 当然了 那就是我们三角形的皮克定理了 你还可以通过数点的方式来把它绣出来 那这道题啊 佳佳老师就不多说了 你看 这完整的有四个 然后这边呢 是在这四个所组成的平行四边形里面占一半 所以是两个 加在一块相当于六个小三角形的面积 而总共的面积是24 分成了24个小三角形 每个的面积就是1 那你六个当然就是6平方厘米了 这道题当中老师要跟大家说的 在正六边形当中 一定要想到 它的单位缘分割 那就是正三角形 好 同学们 欢迎回来进入例期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例题了 可是一道五星的题目 怎么样同学们 是不是想自己把它挑战一下呢 如果有这个勇气的同学 那你就先自己挑战完 再听佳佳老师来讲解了 那挑战完的同学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如果你成功了 你看真的很棒哦 给自己个奖励 如果没有成功 也没有关系 来看看你卡在了哪里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图书们看 有个大的六角形 还有中间一个小的六角形 非常美丽的图形 现在说呢 阴影部分小的正六角形的面积出来了 是20平方厘米 问这个整个大的正六角形 它的面积是多少 那这道题啊 跟刚才的题比起来 又有点区别了 刚刚我们所做的都是正六边形 对不对 找坤哥单位元 可是一个正六角形 它又不是正六边形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正六角形 它的单位元 我要怎么分呢 同学们想 这里面正六角形不是正六边形 但是就真的没有正六边形了吗 仔细看 有没有 中间那块是正六边形 你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六边形啊 是啊 那对于正六边形 我们马上要想到的 要把它分割成小的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那好 第一步已经想到了 能想到这儿 你可就很棒了 那我们来分一分 那同学们看 现在像花瓣一样 就把它给分开了 对不对 分成了 六边形 分成了六个正三角形 跟外边的这六个正三角形 是不是又是大小一样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 你的阴影被分成的好奇怪呀 对吧 阴影 我分成了很多个正三角形 而阴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这个样子跟正三角形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到底我一个正三角形里面 就像这种小的有几个呢 那同学们看 实际上你只要再做一步 一切就柳暗花明了 这一步是什么呢 同学们仔细想 这种小三角形 在正三角形里面 到底有几个 能看得出来吗 有三个 有几个 有三个 所以我们只要再加这样一条线 你会发现 一个两个三个 这三个的面积 应该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呀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都分成了这种啊 那同学们看 一共到底有多少个呢 这种小的三角形 一个正三角形里面 应该有三个 对不对 那一共有多少个 有12个正三角形 所以应该有36个 那好了 那正三角形有36个 这我已经清楚了 这种小的有36个 那你的阴影部分有几个 有12个 2 4 6 8 10 12个 那同学们想 你阴影部分是12个对不对 而你的整个是36个 那说明他们之间的面积 应该是什么关系啊 三倍 三倍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 你小的知道了 那大的是他的三倍 那大的呢 60 也就清楚了 那就是60了 所以不要纠结于20除一几除不了这样一遍 你只要找到了他们之间的倍数关系 那一切都难不倒你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解题过程 那在这呢 大正六角形啊 可以分成36个一样的小三角形 而中间的阴影部分是其中的12个 所以他们之间的面积是三倍的关系 那么大正六角形的面积出来了 就是60平方厘米 而这种分割 实际上 它也是在正三角形的基础上所进行的 对于我们而言 它都属于他们那一家子之列 所以在我们的分割当中呢 有正三角形加组 所以我们的分割呀 在正三角形加组当中 它可以有大小不同 有大正三角形 小正三角形 每个正三角形又可以再分成形状相同的三角形 所以分割的这种方法 如果你掌握了 分割单位圆的方法掌握了 那么很多复杂的图形 我就都可以把它分解而解决了 好了 同学们 那么第七这道题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同学们 到这里呢 我们所有的例题就结束了 下面跟着佳佳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在今天啊 我们学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那也就是正方形格点的皮克定理和三角形格点的皮克定理 那正方形格点呢 就是内点加边界点除以二再减一 而三角形格点就是内点的二倍加边界点再减二 三角形是正方形公式的两倍 这一点你记住了吗 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公式 而后面呢 几道例题 我们又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就是分割单位圆 它就是我们正三角形家族 把它分割成正三角形家族的一元 把一个大的图形分解 每一小部分可求总的也就知道了 今天我们的重点例题是 例一例三和例五又是一个等差数列 好同学们 今天这一讲格点与哥布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再见啦